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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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豪 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国泰综合证券最新开户好康 来啰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豪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证券 我们其实跟大家介绍过的券商 大概蛮多的 比如说新光证券有讲过 然后永峰金证券有讲过 国泰综合证券也是有讲过的 只是说 他们的权益优惠 其实不太会改变 所以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基本上不太会特别再拿出来讲 除非他们额外举办一些活动之类的 我就会再出来帮大家 做一个节目review一下 国泰综合证券这一次 他们真的是就是杀红的烟 因为他们推出一个欢庆20周年 600大回馈的这个活动 真的是 傻壁傻的有点夸张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们的揪团开户的 这个所谓的预算 一个人了不起顶多就是100或200 那我100你100 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 可是国泰这一次呢 他把他的这个回馈提高到800元 就是说 我就一个人我可以拿600 然后被揪人的那个可以拿200 所以总共是800块钱 这很很惊人 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必要就是 我们要来做一下活动 因为说真的 我们可能没有什么额外的业配的 这个业外收入 但是你透过这种MGN收入 其实或多少可以补贴一下 我这边的资源 所以我觉得举办活动 邀请大家参加 这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太棒了 所以一定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国泰综合证券呢 他的目前的这个所谓的 手续费折扣是多少 我来跟大家解说 如果你有印象 我们其实去年有分析过 他现在的台股下单手续费 跟星光证券一样 就是下单不论新旧户 都是二八折 不用谈心 开户就有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国泰作为 就是数一数二的大券商来讲 他这点其实是很具竞争力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是 星光证券这种 开户就有二八折 其实你开这个户头也可以 只不过星光证券 他给的又会更好一点 他是开户的首年 有一折的折扣 每个月可以下单一百万 然后第十三个月起 就会变成二八折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参加活动 你可以就是稍微区分一下 比如说 你现在手边有星光证券的 那你应该要先用 星光证券一年用完 那之后呢 等到没有什么活动了 那你再来开这个 国泰综合证券来用 那你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一天到晚 在不同的券商里面 去买东西 那我这些股票 到最后就是 很难去管理啊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 下载这个基保依存折 那你上面就可以看到 你所有券商的下单的单位 那你还可以以这个 你买的股数 你买的这些股票来做整理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大概台积电买了多少 比如说我台积电 我就是在永风金证券 跟星光证券里面去买 那我很难去算 它的这个平均的 这个收益价格什么的 那你就可以在 基保依存折里面 去看到我的台积电 有几张 然后他分别是在 拿几个券商的户头里面去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 其实你可以就是 透过这个证券医院员 跟他讲说 我要把我的台股的证券的部位 把它汇拨到某一个户头 那怎么做 他就会跟你讲说 你要准备什么资料 然后可能你的开户的印章 印件本人要到什么分行 去做处理 那你就可以把你所有的 你买的这些股票 就是集中到某一个券商去做 但是因为它是 不同券商的买卖 所以它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那些其他的券商 汇拨进来 你就不会去知道 你的买卖成本是多少 所以这个你还是要自己 稍微用e-sale记录一下 但是我觉得 你还是可以透过 不同的券商来做交易 然后最后累积到 某一个券商来做整理 我觉得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做的 那讲完了台股的交易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美股的部分 国代综合证券 它是可以来做美股交易的 那它目前的话 它的手续费是均一价3美元 不论金额高低 就是只收3美元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一笔 比如说你要买VT 你要放100万去买 那你可以就是透过 国代综合证券 然后只收3美金的方式 就是大额的把钱丢进去 那你这样子的话 可以就是降低你的手续费 那如果你是小资族 没有办法 就一次买个一两百万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台股的 定期定额来买进 它的手续费很便宜 只要一块钱 而且它有一个超大的亮点 就是它可以每月1号到31号 就是月初到月底 都可以设定扣款日 所以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一些人 就是他们可能想要当网红 但是他可能也不太知道 用什么方式来做分享 所以他就是每天都扣一笔 扣一笔扣一笔 然后把他的每个月的扣款记录 就是放到IG上面给大家看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经营的方式 只是我觉得所谓的网红 应该还是要露露脸 那人家才比较知道你是谁 那用这种方式来做定期定额 其实也是一种操作的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去就是试试看 但我觉得每一天都要扣3000块 那你一个月也要扣9万 也是不少 我觉得你就是可能一个月固定 扣个一笔或两笔 就差不多 那他的手续费就是一块钱 非常的低 所以很适合小资组 就是不论你是要扣100 1000或3000 其实他的成本都是很低廉的 所以这是大家可以去参考使用的 那美股也有定期定额 他目前收的是0.1美金 还真的很杀 因为没有任何的低销 就是直接设定好定期定额 那你就是每一次交易 只收0.1美金 这是三块台币 这个非常具有竞争力 去年在研究他的优惠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卖出的部分 他没有特别去讲 那我去查了之后发现说 他可能是收你的成交金额0.3% 然后要收最低39美金之类的 那算一算 其实你最后卖出的时候 都要卖个7 8000美金 你的成本才可以压到最低 但后来我发现2024年 他们把他改掉了 现在卖出的部分 他就是收你每股个股的 0.1%而已 然后就没有低效这样子 那ETF的部分 定期定额跟定期定股的话 他就是均一价值收3美金 不论你卖的多还是少 他就是收3美金 所以如果你要卖出的话 我会建议你就是 一次大笔的卖掉 那这样子你的成本是最低的 那这一点 其实我个人是蛮激赏的 因为我自己目前在用的是永丰金证券 然后他的台股跟美股 其实跟国泰斯瓦比起来 已经不太具有竞争力了 所以国泰这次的优惠 我个人觉得是真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你本身如果头没有洗下去 比如说你已经跟我一样 在用永丰金证券 那我建议你就是不要再换券商 因为你会很麻烦 因为美股的部分 他没有像吉保一样 就是可以把你在 比如说永丰金证券买的美股 然后移到国泰斯瓦去 没有他们目前还没有开发这样子的服务 所以不行 所以你可能挑了一间券商好好往来 你就比较不适合动来动去 那我自己本身放在永丰金证券的美股 已经有400万了 那就不能动了 不然我要全部卖掉 所以我建议你 如果你目前才刚好要踏入美股投资这一块 那国泰这种证券 其实是你可以去使用的 因为他的折扣真的是蛮好的 所以这一点我是会推荐的 尽管他没有给我任何业配 他其实是有竞争力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去使用 那他还有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你可以就是透过CubeAPP 来看到你所有的投资交易的情形 那甚至你也可以在CubeAPP里面 来做这个下单 其实他们这个整合呢 其实越做越好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APP 然后就可以去看到你所有的消费 就是Cube卡的消费 然后还有你的证券的投资 那甚至你有买这个保险 或者是你有买基金做贷款 你现在CubeAPP都可以完整的看到 这一点他们倒是蛮认真的在做的 所以你可以参考这样子 那现在开立国泰综合证券的账户有什么好看 他现在就是有一个欢庆20周年 有600元大回馈这样子 推荐人就是你本身有国泰综合证券账户的话 你可以当推荐人 你推荐一个新朋友上来 你就可以收到小鸡600元的商品卡 你就可以慢慢的去使用它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具有竞争力 因为一般开户不会给到这么高 那国泰他们真的是杀红颜的 那被推荐人就可以拿200 所以总共他们就是捞一个新客户 就是至少要花到800块钱 他们真的是很敢花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这钱哪里来的 真的是太夸张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活动来回馈大家 你现在如果是新户跟团上车 你除了官方给你的小器200元 我还在加码送你最高400元的 包括Modget积分 等于是我如果给你400 我就只拿200 是不是我拿了就少少的 就跟你的开户礼一样差不多 那你只要是对本团有贡献的成员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好康 那我们有四个等级 第一个是一般成员 跟团上车回报拿100点的 包括Modget积分 你可以跟我事后兑换 小器100元或是全家100元 那如果你是LINE群组成员的话 你可以拿到200点的积分 那你是幼幼班成员可以拿300点 基组班可以拿400点 哇这样是不是我四个等级都有照顾到 那你如果是新户一般成员上车的话 你至少也有100可以拿 等于是你最多可以拿到300 就是官方给你200 我再给你100 你就是拿300 这好像也不会太吃亏 那我们也照顾到我们自己最核心的成员 如果大家就是很早以前就加入 但是最近都没有参加任何活动的 你看到这个开户送400 你其实也可以上车 因为你可以很快速的去累积到大量的积分 那这些积分呢 你如果100积分兑换 加勒服200元 那你这样这400是不是可以换到800块 我觉得点数方大很多了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你要参加活动 然后赶快上车 然后把这个点数拿来兑换 其实是很划算的 这是本次这一次的加码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你可以看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其实我都有把这个我们的活动资讯 然后还有就是上车的连结 跟回报的连结都整理在下面 我们的总结呢 来跟大家聊一聊 如果你还没有办过任何的证券账户 我们这边有三个证券账户的MGM 第一个是永风金证券 它搭配大户数位账户是很好用的 那第二个是星光证券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特殊的合作 所以呢你也可以拿到额外的加码 就是我们再加码100的帮忙及积分 那第三个就是这一档活动 它没有跟我合作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新护理很好 我就愿意就是转换成我们的活动 来回馈大家 所以你可以就是多多参考 多多比较 那如果你觉得哪一个账户 都先办下来试用之后 觉得特别好用 你再常常去用那个户头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别人讲一讲 你也不见得就是适合他的就适合你 适合我的不见得适合你 所以我很喜欢永风金证券的大户头 我就一直在用它 但是也许国泰综合证券是比较适合你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自己去试试看 然后最后才会知道说 哪一个才是适合你长久往来的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 趁现在有活动的时候 赶快来开户 然后参加活动 也许呢 你就会用得顺风顺水 然后最后就财富自由 就比我还快 这样子 然后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 也许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